为鼓励民众发挥爱心还有互助救人的善行一举 玉里救国团响应全国福若宋爱传爱台湾公益嘉年华会连线活动 18号在玉里的圆环举办了捐血 为了鼓励民众发挥爱心以及互助救人的善行一举 玉里救国团响应全国福若宋爱传爱台湾公益嘉年华连线的活动 2月18号在玉里的圆环办理了捐血活动 真的有点嫩全国又缺血 玉里救国团今天办理捐血 我们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能够热情踊跃的来响应我们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活动 这个捐血是一个助人助持的一个公益活动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成绩能够很好 玉里救国团会长郭素兰说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口号人人皆知 更重要的是可以挽救急失书血的伤病患 今天捐血的活动也现在谢谢很多的党位像副部级地委服务处 也赠送了这个雨伞的部分 那也很多的厂商我们合作的这些公益团体都能够赞助 比如说我们石油的卫生池啊保温袋还有你的面券 那我们在这边希望大家好朋友来继续 不管是今天任何时候都能够常常来响应我们捐血中心响应的捐血助人 玉里救国团表示 血一至今仍然无法以人工血品或是人工制品取代 捐出的热血将是他人延续生命的重要支柱 呼吁民众2月18号发挥爱心 永跃前往捐血充裕医疗用血寄出病患造福人群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